哈囉大家好 我是多多老師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放假放的有點久了 如果要爸爸媽媽呢 有沒有在家 跟小朋友一起進行一些小活動 還是小遊戲呢 今天多多老師呢 要帶大家進行兩個紙上的小活動 首先呢 我們要準備白紙一張 千枝餅 還有辣餅 好 那我們呢 先請爸爸媽媽 在紙上畫上五個圈圈 在圈圈的下方呢 我們寫上一 二 三 四 五 好 並且呢 在各個不同的圈圈圖上 不同的顏色 我們可以挑一些 基本色 紅色 黃色 綠色 藍色 藍色 以及 黑色 這五種顏色 好 然後畫好這五個圈圈以後 我們可以在下方 畫上 圈圈 另一邊 並標示 數字 並標示 數字 好 並在另外一邊呢 也要畫上相同形狀的圈圈 因為我們要等一下呢 我們要進行對應遊戲 好 那這一邊呢 我們就不要畫上 寫上數字了 然後我們可以請小孩 去認識 一是紅色 二是黃色 三是綠色 四是藍色 五是黑色 下面對應的圖形中呢 會分別代表不同的顏色 請小孩去看 一 這個圓圈圈在這邊的哪一個位置 好 一 在這裡 就要請小朋友圖上 紅色 那 紅色下面是數字幾呢 是數字四 那數字四呢 代表什麼顏色 是藍色 那就請在這個圈圈 圖上藍色 好 一之類圈呢 完成以後呢 我們就完成了一個簡單的 顏色對應遊戲 那 再來呢 如果是年紀比較大的小孩 我們就可以加深他的難度 像數字一到十 然後畫上比較難的圖形 讓小朋友去對應 畫上顏色 接下來 我們進行第二個遊戲 是ABC的遊戲 好 我們用不同顏色的Line 寫上 A B C C 還有D 好完成以後呢 我們用K筆 在下方空排處 隨意的 寫上 A 我們先出去喔 我們要這樣 好寫好了以後呢 一樣我們帶小朋友去認識 A 是用紅色的Line B 是用藍色的Line C 是用綠色的 D 我們用黃色 E 我們用的是黑色 請小朋友呢 依照顏色去找尋ABC字母 所以像A 我們就要用紅色的畫圈 所以可以請小朋友在這裡面呢 去找找看 哪裡有A 把它圈起來 再來 B 是藍色 一樣找找看 B在哪裡 用藍色的筆把它圈起來 C C 是綠色 一樣 把它這樣子圈起來 然後呢 如果 再大一點的小朋友 我們就可以增加難度 將字母 變多 比如說到H 到G 到G 到Z 都可以 然後呢 一樣可以做對印 再來呢 還有一個 可以讓小朋友 如果小朋友認識了大小 ABC的大小寫 那我們一樣可以在上面 寫上 A B C 好 像這樣子 那在下面的部分呢 我們都要 就要寫上 小寫 讓小朋友呢 一樣去 進行 對印 然後認識不同 大小寫的差異 像 A 的小寫在這裡 一樣用紅色 撐起來 B 在這邊 撐起來 C 在這裡 撐起來 像這樣 以上呢 兩種遊戲 希望寶寶媽媽可以在家裡呢 跟小朋友一起玩 一起完成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